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安裝的車款是賓士的1350 代號的話是C207 這一台的世代都還是NA的引擎 前面的懸吊系統一樣是賣化成 後面的懸吊系統比較接近C-Class的W203 前面的話我們設計有幾種不同的形式 它的上座呢有分成可以用魚眼上座 那這個版本呢它是配大捲彈簧 它是190長7公斤的彈簧 它的是要沿用延長的上座 它的側高的部分的話調整是從這裡 一樣是統身可調 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離載串的部分的話沿用原廠的規格 但是因為離程數有點多了 所以剛剛拆裝的時候呢 這個離載串的話有損壞的狀況 所以一定幫車主更新 那這個離載串都更換的也是賓士原廠的規格 這裡有賓士的LOGO 這是正常的零件 它的前面的仰角設計 其實跟日系車不太一樣 跟E36還有W203或者是W212 賓士的E-Class比較相近 它是下方是鎖兩顆螺絲 上方的話是穿越一顆螺絲 那這顆螺絲孔呢它是做橢圓孔 所以改成KT的一樣能夠做Camper的調整 主尼友的部分呢 一樣所選用的主尼友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上座的部分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這台車呢 上座的調整 主尼的調整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主尼的調整 那它的上座的螺絲還有上座的軸承呢 都是沿用原廠的規格 因為本來就已經有改了短彈簧 本來的短彈簧是H&R的 所以它本來的車高呢 大概前面只有剩下一指幅 後面的話是半指幅的車高 那預計還要再降半指幅左右 所以等一下呢 大概降下來的車高呢 會是前面半指後面輪胎上緣跟葉子板很好切齊 這是拆下來破損的那個前面的離載串 那這台車的離載串呢 前面的離載串有分左右邊 所以如果車友呢 有要定料的時候 要特別請注意一下 它有分左右邊 它的角度呢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左邊跟右邊齁 所以它有分左右邊 那它的後面的上座齁 KT就有附了 所以上座的話 就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 它後面的部分 後面也裝差不多快裝好了齁 這是雙門的 代號是C207 後面的話 它有附上座齁 上座的阻尼調整呢 從上座的下方這裡 順時針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所以阻尼的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 然後它的後面的話 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的話 是在下方的 是在下方的 後面的話 預計降低大概到 還有剩下輪胎倒夜絲板切齊 所以後面的降低的幅度 還蠻多的 那它原來的旅圈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前後配 後面是265 3519 前面的話 38的 抱歉 前面的話是245 4018 它本來就是雙門型式的 Coupe車款 所以車高降下來之後的 也會更好看 OK 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如果有興趣要試成 或者是 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 到我們KT的粉絲團 做詢問 謝謝大家